楼月的神作之一,推拿,马上要在部分地区重映了 影片讲述了一个盲人推拿管理的爱恨交织,悲欢离合 饰演主角小马的黄轩奉献了几句爆发力的表演 而同影片中的郭小冬、秦浩、梅婷以及楼月挖掘出来的六位盲人演员 也可以说是每一位都演技在线 楼月影片中的人物,迷离、潮湿、爆裂 推拿因为表现的是盲人的生活 失去或不曾拥有过失职的盲人们在触觉与秀职的世界中生活 而因为这一点,楼月在推拿中大量地使用或强调了道具的重要性 比如金烟痴的橘子、郭小冬手中的夹子 黄轩随身携带的机械钟等等 这些可触可及的道具的存在 让演员在塑造角色感受情绪时有了一个可以依附与互动的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看 推拿中的道具是如何支撑演员表演,塑造角色的 开始前,不要忘了点击订阅关注我们的频道哦 更多的深度解析等着你来解锁 影片一开始,便进入了小马的故事 小马在一次事故中失去了自己的双眼 所有人都欺骗他说,他终有一天会复明的 他在这个谎言中,从童年到青年,光明还是没有来过 他从病房游荡到医院大厅 抓起了一个饭碗,砸碎后 拿着碎片,要割断自己的血管 这一幕,基本为小马这个角色定了调 他憎恨自己的存在 情绪在压抑和爆发的两极中跳跃 抓起碗,砸碎碗,这样一个动作,这么一个道具 实实在在,有了一个破碎的身影 并给了黄身,这一个情绪转换的支撑 表现了小马生命中的第一次爆炸 然而,小马被救活了 并且带着这次爆炸的痕迹,继续活了下去 小马后来进了盲人学校,学了推拿 在一家盲人推拿中心工作 这里的人都是盲人 金燕和太和,也是这里的盲人推拿师 两人在谈恋爱 金燕与大家不同 她的视力是逐渐消失的 所以她在体会着这个失去的过程 也就想紧紧抓住眼前这个爱人 那你摸摸看,好看吗? 好看 一天,金燕和太和在办公室里吃橘子 金燕一片一片地喂给太和 开玩笑地说了这么一句 太和敏感的心受到了伤害 她吃完最后一片橘子,走开了 金燕摸不到她的人,才知道她离开了 她将橘子一片片地塞到自己嘴里 吃下了这酸甜的滋味 几片橘子也就将金燕这种 努力将委屈吞下的情绪状态 纤细地展现了出来 以让演员在表演时 不是空空靠想象来流泪 而是有了具体的滋味和感受 郭小冬饰演的王医生 带着未婚妻小孔 从深圳私奔到了南京 之所以私奔 是因为小孔的父母不想小孔再嫁给一个全盲 他只好自己逃了出来 王医生到了南京后 就投奔了小马所在的这家 忙而退纳中心 住到了小马的上铺 来的第一晚 小孔到男医生宿舍来找王医生 嫂子,你来了 嫂子来了 来来,坐我这 来,坐我这 来,嫂子坐我这多好 我这被熄悉的 谁要坐你呢 谁呀 小马闻着小孔的气味 在谁也看不见的世界中 动物一样地抚摸着小孔的身体 我不是嫂子,我是小孔 你不是小孔,你就是嫂子 第二天 大伙一起在办公室里聊天 小孔和小马又有一句没一句的暧昧着 王医生 王医生虽然不说话 心里就都清楚 他抱起小孔 坐在一边的休息床上 狂热地亲吻着小孔 没人能够看见这一幕 但这床上 有一串风铃 而这一串风铃 便成为了郭小冬和张磊的结派器 与传身筒 他们的表演 在这风铃的撞击下 飘淡在空气里 而其他的演员 也拥有了一个 可以与之反应和互动的声音 王医生来到南京 在好朋友杀一声的忠心工作 心里想着的 却是起一番自己的事业 同学啊 好久不见了 自己的未婚妻 被一个比自己更年轻的男人看上 而他却感动不敢言 家里 他有一个不争气的弟弟 在外面欠了钱 却要等着他来还 谁欠你们的钱 你弟弟啊 我们有你弟弟的欠条 而他唯一有的几万块存款 是他准备和小公姐办婚礼的结婚前 王医生始终生存在一个夹缝里 于是 在推拿中 王医生便有了这样一个小动作 他总是爱拿着一个夹子 反复夹自己的手指头 夹上又拿下来 拿下来又夹上 王医生内心的胶着 外化成了这个夹子 而这个夹子又反过来 帮助到了演员 去感受这种胶着 后来 推拿中心发生了很多事情 王医生的好朋友 沙医生 一直练着 没听饰演的都红 可都红喜欢小马 小马 都心心念念 嫂子小孔 对面走过来 一个人 你撞上去了 那就是爱情 对面开过来一辆车 你撞上去 那你车祸 车和车总是撞 人和人缺总是让 王医生为了宽姐杀医生 告诉他 要放下毒红 听兄弟一句话 我看得清清楚楚的 你心里全是他 可 可他心里没有你 这也不能管人家 还是想想办法 怎么帮忙他吧 在这一串的单恋中 这话像是说给朋友听的 也像是他说给自己听的 沙医生回到房中 撞着墙 念着诗 始终无法排解 内心意志的感情 如果有来生 要做一颗手 战成永恒 听着沙医生撞墙的声音 王医生似乎 也终于做出了选择 放下了胶着 将自己 安放到了小孔的手中 即使不被爱 也要保护他一生 小马有一个破旧的 机械闹钟 经常拿在手上 咔嚓咔嚓 不停转着 《机械时钟》 这个意象 是在《碧飞语》的 原著小说中并有的 原著中 关于这个意象 有一段这样的描述 身体不是身体 它是闹钟 在闹钟的内部 有一根巨大的 张力饱满的发条 这条发条 也许还不是发条 它是有生命的 它是一只巨蟒 它是一条 盘根错节的蛇 它吐出了它的蛇性子 在小马的体内 这里舔一下 那里舔一下 这是多么致命的蛊惑 它能制造鲜活的势能 它能分泌诡异的力量 小马的身体 这个意象的来源 是这样的 小马至今还记得 家里的那只老实台中 小马整天抱着 这老实台中 分分秒秒都和它为伍 咔嚓 咔嚓 它不快 不慢 它是固定的 等距的 恒久的 耐心的 永无止境的 时间在咔嚓 咔嚓让它喜欢 它喜欢上时间了 一年之后 小马就把那只老实台中 舍弃了 它不需要 它自己已经会咔嚓了 时间在它身体内部 在咔嚓 与时间在一起 与咔嚓在一起 这 就是小马的沉默 楼月的改编中 将这个意象保留了下来 小马与这个时钟 如影随形 它们是一体的 它代表着存在 也代表着存在中 由性所驱动的生命力 最后 小马向嫂子 坦白了情感 嫂子我真的对不起你 带着小马离开 唯独 这个时钟 有了下来 王医生在宿舍里 拿着这时钟 他仍旧 咔嚓 咔嚓 小孔在墙外 给小马打电话 以关机 都红也在给小马打电话 以关机 小马就这样消失了 可他蓬勃的生命力 却残留在了所有人的生活当中 演员已经下场 而道具 却还带着人物的气息 存在在故事里 对于道具的准确选择 来自于演员 导演 编剧 对于人物的深度理解 而对于道具的恰当使用 又反过来 向人物的内在 清晰地外化在观众面前 通过看得见的东西 来表现看不见的东西 这 就是真正的好电影 欢迎大家关注 《Cini Marathon》 留言分享你们对于电影 推难的见解 如果你们希望听到 关于哪部电影的深度解析 也欢迎给我们留言 我们下期见 verste看 对,我来иб reconoc看看 在哪些表现 有用与音中 还留 Unfarsa